2023-24赛季的冠军赛级1 在北岸花园球馆开幕 绿军107-89大胜独行侠先下一城 而让波士顿球迷等待了两轮 终于复出的拉脱维亚独角兽 没有辜负期望 被媒体和队友纷纷夸奖 打出了攻防议题的表现 是绿军争冠的重要因素 而他也是今年被选中的状元 Victor Rambo-Yama的昔日某版之一 在NBA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 终于站上了 可以触碰那一份终极荣耀的舞台 位于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的一座 仅7万人口的小城 1995年8月2号 Purzingis在这里出生 而自Purzingis出生的那一刻起 他的生活就注定和篮球结下了缘分 他的父亲虽然人到中年 不得已改行干了大巴斯基 但年轻时打过半职业联赛 母亲则是名副其实的篮球苗子 青少年时代入选过 拉脱维亚的青年女篮 命运就是这么的奇妙 比Purzingis大13岁的大哥 后来成为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职业篮球运动员 大哥的整个职业生涯 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 据说曾更换了16支不同的球队 但在Purzingis的成长过程中 离不开大哥的细心教导 有身为职业球员的哥哥帮忙 再加上来自父母的篮球基因 Purzingis的天赋比同龄人高出了一大截 6岁的时候 Purzingis正式开始接触篮球 妈妈把他带去了当地的体育馆 开始了第一堂训练课 7岁 Purzingis因为艾勒艾伯森的原因 留起了地拢沟的发型 并且熟练掌握了英语 那个时候他虽然只有10岁 但身高必长 发型吸睛 再加上Purzingis的外貌也很俊朗 小小年纪便得到了很多女生的青睐 12岁时 Purzingis的身高已经长到1米8 在他为家乡球队打球时 偶然地被一位球探发现 当时的Purzingis不仅擅长冲击篮筐 还擅长投三分 而被球探发掘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球队 收到了这位球探所拍摄的比赛录像 没过多久 Purzingis就得到了 加盟西班牙塞里维亚俱乐部的机会 而到了Purzingis15岁那一年 身高高达2米06 但体重却只有72公斤 2010年Purzingis正式获得了 西班牙塞里维亚青年队的邀请 尽管那里有着奔放的Flamingo舞步 以及魔幻的斗牛竞技场 可是考虑到塞里维亚的炎热天气 Purzingis一开始并不愿意去那里打球 在与家人协商后 他还是接受了家人的建议 勉为其难接受了塞里维亚青年队的合同 2012年1月4号 在和巴塞隆纳青年队的比赛中 Purzingis以12分10篮板的数据完成了首秀 2013-14赛季 Purzingis突飞猛进 第三场比赛时 他就成为一线队的球员 依靠Purzingis12分6篮板4火锅的数据 使球队轻松取得20分的大胜 18岁时 Purzingis对塞里维亚的高温夏季终于适应了 据说那里的平均气温高达35度以上 冬季时多雨潮湿阴冷 气温在零度上下 这主要是让他一个拉脱维亚人难以忍受 不过Purzingis还是克服了 他不仅学会 而且能够流畅地使用西班牙语 甚至还能模仿很多地区的口音 在西班牙的三年里 Purzingis遭遇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危机 贫血症 他心烦意乱 在异国他乡不知如何面对 一度不愿意和队友教练沟通 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和前路的危机 因为Purzingis只能吃西班牙的食物 拉脱维亚的饮食习惯困扰着他 这让Purzingis营养不足 身体并没有因为在青年队训练后 而增加肌肉和体重 不过还好 一切都被他克服了 到了2014年 Purzingis代表拉脱维亚 参加了U18欧警赛 在与西班牙的季军争夺战中 Purzingis砍下11分15篮板9火锅的 准大三元数据 但拉脱维亚还是非常可惜的 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比赛 屈居第四 Purzingis在日后采访时说 这是他篮球生涯早期 所遭遇的最糟糕的一场失败 但是Purzingis和经纪人 却嗅到了一丝NBA的味道 他仓促决定要参加选秀 为了调查自己 是否真的有NBA球队需要他 Purzingis还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 散播了一些烟雾蛋消息 但最终Purzingis经过慎重考虑 选秀前的最后时刻 他宣布退出2014届选秀 Purzingis和经纪人 更多是试一试选秀的深浅 以及自己的价值 Purzingis希望 在西班牙多打一年 让自己变得更强壮 更有经验 在那之后 他会准备得更好 之后回到西班牙联赛的Purzingis 在新秀赛期拿到了 欧联杯的最佳新锐奖 18岁时 面对欧洲联赛亚军 王嘉玛德里的比赛中 Purzingis只用20分钟 就拿到了20分 看样子 欧洲已经容不下这批独角兽了 NBA没有等待太久 2015年 这位独角兽 带着他全新的状态和技术 参加2015届NBA选秀 2015年6月25号晚 天气晴朗 霓虹灯盖过了天空的星辰 喧嚣响出了整个巴克莱中心 但轮到Purzingis出场时 令人振奋的欢呼声渐渐消失 这其中没有兴奋 没有掌声 也没有喝彩 当联盟总裁Adam Silver宣布了 尼克在首轮第四顺位的选择后 现场众多尼克球迷都非常讶异 一个小男孩甚至食声痛哭 那些身穿尼克民宿 Uin33号球衣 并戴着橙篮相间棒球帽的人 绝大多数都不可置信地 用双手捂住了脸 瞬间 整个球馆里 回荡起震天的虚声 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块废柴 ESPN下属作者在介绍Purzingis时 开篇第一句就如此毫不留情地写道 但为什么纽约球迷对于自己的四号秀 感到痛苦不堪 大家不妨回头看看那些过去的欧洲选秀 像是02年首轮第五顺位 来自格鲁基亚 最好一年场均3.9分的Nicolos 还有曾改行参加自由搏击 来自塞尔维亚的03年首轮第二顺位Darko Milicic 还有在2011年选秀大会上 和女友热闻的来自杰克的首轮第六顺位 Jan Vesley 他们都曾经是高顺位新秀的代表人物 但在加入NBA球队后 却迅速泯然众人 所以心情已跌落谷底的纽约球迷 在看到球队做出这样的选择后 才会愈发感到失望透顶 下季联赛 每次Purzingis接球 尼克的球迷都会发出嘘声 而在Purzingis投篮时 这种声音更甚 投篮不中 失望的嗷嗷声便随之传来 但比赛最后几分钟 当拉脱维亚人只是站起来 走到技术台准备上场时 欢呼声却响了起来 因为Purzingis在这场 他的尼克首秀中 总共出战18分钟 五投三中拿到12分 此外还有三个篮板和两次火锅 Purzingis上场时间不多 而且由于臀部伤势 还几次离开板凳席去做拉伸 但Purzingis对篮筐的侵略性 以及在防守端积极的态度 无一让尼克球迷越看越树心 赛后有记者告诉Purzingis 说纽约球迷通过这场比赛 已经迅速爱上了他 Purzingis淡然一笑 但他事后说了一句 我很想跟Rihanna约会 导致他迅速成为网路红人 知名度与2014年的炭花秀 推特王子Joel Embiid不相上下 当Purzingis加盟纽约之后 15-16赛季的尼克阵容有 Carmelo Anthony Aaron Aflalo Robin Lopez Derek Williams 卡尔德龙等等 主教练从Kat Rambis 过渡到Derek Fisher 管理层是Phil Jackson坐镇 让人以为是纽约湖人队 Purzingis在大苹果城 度过了自己的新秀赛季 首发出战72场 场均14.3分 7.3篮板 无论投篮命中率 还是三分命中率 都在接近正在下滑的 Carmelo Anthony 比如 Melo的投篮命中率为 43.4% 三分命中率33.9% 而Purzingis 则为42.1% 33.3% 他的出场时间 长均28.5分钟 作为一个新秀 Purzingis的任务 自然是在增加市场以后 对效率的控制 他还有着尼克队史 最高的新秀效率值 Purzingis 每百回合 能帮助队友们 提升总共 49.3分的净效率值 Melo的这项数值 则为57.5分 两人之间的差距 并没有原本预想中的 那么遥远 这就是纽约人对Purzingis 保有期待的原因之一 可惜 本赛季纽约只有32胜 无缘季后赛 随后 2016年10月 Purzingis低调与Adidas 完成签约 并推出了自己的球鞋品牌 Purzingis全年 获得了三次月最佳新秀 两次周最佳新秀 以及最佳新秀阵容一阵 2016年5月16号 NBA官方宣布 辉量队新秀 Carly Anthony Towns 与全票当选 本赛季的最佳新秀 Purzingis第二 第三到第五 分别是金块的Yogic 太阳 Devon Booker 和76人队的Okafor Purzingis的处境 看起来不错 二年级时 他的得分 随着出场时间的增多 也开始上扬 初赛66场 场均18.1分 7.2篮板 现在的尼克球迷 已经后悔 当初在选秀现场 虚他了 他们渐渐发现 Purzingis非凡的才华 在进攻端 他可以翻身跳投 可以持球突破 还可以依赖 2米29的出色臂展 完成补扣 还可以如同射手一样 绕掩护 在移动中 完成三分出手 在防守端 Purzingis可以凭借 出色的横移 送出遮天蔽日的火锅 但更多时候 他还是刚高地伸直手臂 将身体交代得干净 完成教科书般的防守 2月19号 全明星技巧挑战赛上 Purzingis先后战胜 Cuzens和Yogic 晋级决赛 决赛中 Purzingis稳定地展示着 后卫般的运球技巧 随着最后命中的三分 他击败Gordon Hayward 捧起了技巧赛冠军奖杯 2017年6月28号 Phil Jackson从尼克队的 篮球运营总裁的位置上卸任 8月 纽约尼克与Melo一拍两散 将后者送至雷霆 为Purzingis的成长 打开绿灯 纽约将前路压在 这个年轻的欧洲人身上 Purzingis真正意义上 成为了纽约重建期的支柱 拥有了绝对地位 拉脱维亚人不负众望 他的第三个赛季 即2017-18赛季 迎来了一段爆发潮 10月20号 对阵奥克拉和马雷霆 Purzingis砍下31分12篮板 职业生涯第一次 单场至少得到 30分10篮板的数据 10月28号 尼克107比86大胜篮网 取得赛季首胜 Purzingis全场24投13中 得到30分9篮板 Purzingis在前四场比赛 得到106分31篮板 成为Patrick Ewing之后 对手24年来的首位球员 整个10月 他场均砍下30.2分 7.8篮板一助攻 以及2.2火锅的恐怖数据 在尼克球迷狂热的呐喊声中 Purzingis赢得了摇滚巨星般的升威 2018年1月24号 Purzingis入选NBA官方公布的 洛杉矶全明星赛替补阵容名单 三年级的他首次成为全明星 新闻的标题写道 Christophe Porzingis 22岁 天才同飞 但就在这时 Purzingis的命运 就像一根插进水里的筷子 变形了 2018年2月7号 麦迪逊广场花园 弥漫着绝望的气息 尼克与公路的比赛中 Purzingis在扣篮后 踩到了字母哥的脚上 随即捂住左膝 痛哭倒地 比起剧烈的疼痛 更难承受的是Purzingis的失望 他知道 这个赛季的腾飞之旅 就这样落幕了 核词共振 印证了他的猜想 Purzingis被确诊为 左膝前交叉十字任段撕裂 赛季报销 而后 现实的尼克宣布 将不会与Purzingis提前续约 他将成为受限制自由球员 后来发生的事 大家都知道了 达拉斯介入 并提供了资值报价 2019年夏天 在确诊整机的情况下 Mark Cuban豪爽地送上了 5年1.58亿的顶星合同 这种气概 让Purzingis感动了很久 他曾经以为 自己会在达拉斯 度过很长的职业生涯 可很快 现实马上就让他清醒过来 Mark Cuban对独角兽型的欧洲大哥 有自己的执念 Dirk在2019年刚退役 Purzingis就续上了这份执念 Cuban的愿望 是得到下一个Dirk 可是当拉脱维亚独角兽 搭档Dontich越多的比赛 他的局限性愈发暴露 几乎没有背身技术 没有大局观的组织 而在防守端 Purzingis也没有其身高 所体现的那么有威慑力 当Purzingis打得好不好 变成薛定恶定律时 独行侠队的耐心 就所剩无几了 19-20赛季最后一场比赛 Purzingis大杀四方 砍下34分13篮板 接着他又倒下了 这次是因为右膝半月板撕裂 五年鼎息的第一年 就遭遇重创 Purzingis和球队心中 都有苦难言 下一年的常规赛 Purzingis仍有场均 20.1分的表现 可到了季后赛 他再次让球队大失所望 在卡莱尔教练的安排下 Purzingis站到了底角 而在防守端 他在快艇球员的冲击下 也很狼狈 Purzingis在场上 只能带来负面效应 彼此都明白了 他们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在26岁的年纪 Purzingis因为两次大伤之后 瞬间就失去了 以往的欢呼声 在那个时候 谈论联盟顶尖内线时 字母哥 Yogic Enbid 和Towns 是最被提及的名字 Purzingis在达拉斯 已经被彻底遗忘 独心侠时刻想着 把Purzingis送走 当华盛顿抛出橄榄枝时 达拉斯很痛快地就接了过来 而根据渔网的表现来看 很多国际球员 在乌斯都没有发展得很好 John Wesley 巴村磊 和Danny F.Dia 都是不太成功的例子 有媒体就提前预言到 Purzingis跟他们 也没有什么不同 在乌斯的17场比赛里 Purzingis长均得到 22.1分8.8篮板2.9助攻 不过 在一支东区第十二的球队里 Purzingis被冠上了 数据刷子的称号 事实上 Purzingis在乌斯 看起来还不错 至少2-23赛季数据不赖 出赛58场 场均22.9分 8.5篮板1.5火锅 球队拿下31胜37负 但Purzingis 与Bill和Kuzma组成的 弱化版三巨头的流量 和球队战机一样 不温不火 当赛季结束没多久 塞尔提克与乌士和灰熊 进行了三方交易 Purzingis前往波士顿 并迅速以 两年6000万的薪水 达成提前续约 而在那个夏天 绿军又得到了 前冠军后卫 Drew Holiday 再加上此前的双炭花 Purzingis 一下子从垫底的乌士队 成为了 势在争贯的 绿军四巨头之一 而阵容实力 处于T1级别的绿军 更是在 23-24赛季的常规赛中 拿下了64胜18负 全联盟第一的成绩 在东区季后赛中 他们几乎没有碰到 太大的困难 前三轮一共只输了两场 可以说是直通冠军赛 而Purzingis 在冠军赛第一场 面对老东家独行侠的 比赛中复出 他以攻防一体的表现 全场砍下 20分6篮板3火锅 其中在首截 就贡献11分2火锅 而全年 几乎没有遇到 太多阻碍的绿军 能否抓住 四巨头的机会 在23-24赛季 拿下队史第18座总冠军呢 曾经被视为 纽约的下一任支柱 独行侠老板 所看好的欧洲独角兽 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 终于在波士顿 找到了归属感 No.8 From Boston Celtics Kristaps Przing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